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新山景 旧山景 我终于都去云了 旧山景 以前讲过在重岛 亦都有公岛 今次会讲在京都的天桥立 天桥立是一个大约3.6公里的沙洲 上面有很多的松树 非常漂亮 京都或大阪 过去 无论是驾车 巴士 都要两三六钟 那边的环境都挺漂亮 好 我们先看看 这些很多我自己手机拍的照片 当天天气都不算太好 所以拍得不太漂亮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这一开始走进去 很长很长 全长3.6公里 由一边可以走到第二边 由中间的天桥立 很多松树 所以很高 看下去非常壮观 日本三景碑 大家都见到 天桥立 松岛和公岛 我觉得三个大家都一定要去 再看这边沿途 很多松树 当然它都有不同松树 有不同的名字 有两条树干 会叫夫妻松等等 旁边也是海 所以很漂亮 我觉得大家是要走 大约你慢慢走 半个钟都走完 不怕走 当然可以搭冬光船 我去那陈就走 回来那陈就搭冬光船 刚刚说一下 应该四点多 即是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都很漂亮 好 然后呢 上到去 一边 这边就是 它有两边 一边就叫做飞龙观 一边叫星龙观 大家见到 在我们这张照片 很长 很长 X人 那个就是天桥立 首先我这边 看完飞龙观 然后再走沙洲天桥立 再去对面 再上山 看这个星龙观 这个就是飞龙观 我们搭什么呢 当然 是搭蓝车 它上山 大家见到 这就是那部蓝车 大概 20分钟左右 一班 非常之密 都是 甚至去到 有个叫 威蓝的游乐场 大家可以 搭小型 摩天轮 吃下饭 在那里逗留 大约都是半个钟 看看景 日本三景 天桥立 大家看得很清楚 虽然当我们的天气 不算太好 甚至我记得 是有 微微雨 不过 这个飞龙观 就一定 大家都是要去 也要走过沙洲 好了 刚才说 走过沙洲 走了整个大约半个钟 然后半个钟 再走到对面 然后再搭蓝车 在对面 大约走过5至10分钟 又有个蓝车站 蓝车站 就上去这个 一个散从展望台 或者散从公园 看一看 星龙观 不是星龙翼 不是星龙王 是星龙观 幸好去到当时 大家喜欢挑战下的 又是弄下这些 玻璃 吓到你脚远那些 不知道大家 敢不敢 看景非常漂亮 这里是星龙观 那边 散从展望台 看下去 在第二边 刚才是 看过头 这里由尾 就看回头 刚才在飞龙观 就在头 看回尾 你看到 有个黄色标志 订出是Head 为什么呢 是最近他才加的 话说 他这里 即是无论是两边 都说 如果你想看得漂亮些 你应该要怎么看呢 你要那个人 这样的 就是力气个人 这样 然后 你就是 这样 然后你对眼看 他说 说那个 就是 角度 是会最漂亮的 怎么知道 前排 他这个人 当你这样的时候 他的朋友 这个人 然后 一眼睛 它 凹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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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凸 区凸 於是那次之後就立刻加了一些危險的標誌 就是你們玩一玩 不要這樣玩 你看下面很冷心 隨時它掉死人 扑你炒卡 這樣砍個Fan它下去 所以現在都加了一些標誌 你看到有個古牙的屁股 然後在那裏下來 你會經過其實去天橋立 都有一些神社或者寺廟 有三個特別出名 包括這個 即是叫做袁伊勢龍神社 袁伊勢被人說其實是他 伊勢神宮的前身 大家知道在三重縣 基本上去日本 一定他會去 這個就是 袁伊勢龍神社 再去到 剛才說去到三重的公園 三重公園他接駁他去巴士 然後又載你上山 載你上山去哪裏呢 就看這個丞相寺 這個丞相寺 704年 就起了 即到現在一千三百二十年 一千三百二十年 在丞相寺 最高還有一個叫做 丞相寺 丞相山 丞相寺 丞相寺上面的山頂 有個展望台 這就是展望台 看上去 看上去 這就是比聖龍觀 丞相寺更高的位置 又是一個不同的角度 他去看 然後這個就是丞相寺旁邊 很多地藏菩薩 這個大家看到 他建築 他建築 一千三百年 當然他還有一個 就是下面還有一個 就是那些 他多重塔的 這個是整個 他丞相寺 周圍有些 他建築 這個是 人們會在這裏 洗手 他整條龍 這個丞相寺 一定要 山巡官 他要早點 因為已經四點多之後 就沒有接駁他巴士 除非你自己開車 所以 丞相寺那一邊 就可以 就是 早點去 好 然後這裏就是那裏 亦都是 就是 回到第二邊 就是一開始 我們去那個 飛龍觀那邊 這個就是 叫做 就是 智恩寺 日本三大 文殊菩薩 就是四大 文殊菩薩 的寺之一 因為當時 就 那晚是有 沒有祭典 所以他那晚 就是這個 寺恩寺 都從來開的 你 都有一些燈光 就特別一些 所以就 晚上去 你看到 裡面 就是 因為有 小小的 他燈光 有 一隻 他貓貓 然後就 然後就 他 Videos 然後 Videos 就是那天 那天 就是那天晚上放煙花 我給大家看看 日本的煙花 可以嗎 可以嗎 想要 那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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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橋立的松雪裏有沙灘的房間 這就是它橋 有船經過的時候 那個橋是叫做滬船橋 就會轉的 等船可以經過 即是等一艘觀光船 每個小時都轉一次 如果多船經過時就一小時轉很多次 你都見到 大家都在一個景點 都會看看它 全程都幾分鐘就要轉完了 轉回到原本的位置 剛才的煙花當然是漂亮 因為煙花 你知道天那麼清 一定漂亮 那艘觀光船 大家可以見到 好了 去到天橋 當然都要吃下他們的魚山飯 在那邊是比較出名的 再吃茶漬飯 新鮮 這個都是剛才聯絡一張 那就是致因此的相片 好了 晚上 晚上其實那裡不算多餐廳 因為通常那些餐廳 吃魚三飯 開到黃昏五點 四五點就關門了 晚上終於找到一間餐廳 賣西餐 日本的西餐再去到 其實不會特別好吃的 不過 給你露雅套 給大家看 雖然不會怪人 但都不會特別好吃 當你治一下肚子 當一去完天橋 第二天要去哪 去完天橋 我們叫做海之京都 再上一點 近年就比較多人去的景點 叫做伊根水鄉 有點像我們大澳 伊根水鄉 裡面就有二百多間這些 伊根的州屋 類似大澳 那些屋 你看到它有三層 最下面那層就拍那些漁船 他們出入 很多時候是漁民 會走去捕魚 你看到 最下面就拍一些漁船 二樓就是 你居住的 有時二樓有些人就改了 來做餐廳 這兩間屋就有百多年的歷史 那裡伊根水鄉 歷史最悠久 那兩間 你都見到那些木 它等等 那些建築 真的 它很像大澳 真的很像大澳那些 棚屋的 它亦都會有一些船 譬如你操舊幾個人 最少兩個人 就會開船 帶你去 擾巡一周 亦都可以 看看海鷗 甚至他們的漁民 會扔蝦條下去 餵海鷗 我們看看這條片 我都很建議 如果大家去京都 你不怕 它遠一點 都可以去 天橋納 和伊根水鄉 都是很心幹神怡 好了 今天的時間 都早了多久 差不多了 星期一就再見 拜拜 拜拜